观众朋友晚安 今天白天的时候天气很舒适 赶快带您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资讯了 首先先关心一下是地面天气图的部分 今天晶晨呢受到了辐射冷却影响的关系 天气比较凉一点 台南以北跟一花的低温大概12到15度 但是到了太阳出来之后 各地的高温普遍都突破了20度 接下来几天天气是很类似的 都没有明显的冷空气会南下 但是早晚的时候依旧凉意 请大家适时来增减一物 再来点关心一下是降雨的部分了 通过我们电量降雨图要告诉大家 东北风增长之下 银风面的稍微水气会多一点点 东半部会出现局部性的短暂降雨几率 尤其呢基隆北海岸跟宜兰 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 请接地区的朋友再稍微留意一下了 再来关心一下未来天气走向了 通过我们的一周天气图 要告诉大家说 其实到了礼拜六日两天呢 这个水气会稍微增加 到时候东半部会有更多的雨势 北部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剑降雨 其他地区呢则是多云稻勤 再来带您关心一下 全台各地的相细天气指数 北部地区14到26度 中部地区15到27度 南部地区15到27度 东半部地区花莲降值率40% 外道地区马祖最低温就12度 好在提醒大家这一天天气回暖 但是毕业温差比较大 请小心 没有办法 Panasonic省电破纪录 六连吧 业界省电第一 现在买好里五选一 直到四月底 Panasonic